你说 程杨怎么就把我给忘了呢 安夏 你现在对程杨的感情 是不是已经超出 普通朋友的范畴了 用中文的话来说呢 就是好友以上 恋人未满 不对 是恋人已满 所以 你已经明确对程杨的感情了 坦白说 我以前一直觉得 我不会跟明星产生瓜葛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爱情这件事情 跟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给程杨一点时间吧 我相信他一定会记起你的 我也觉得 现在诊所应该没有人啊 是我点的外卖 我去拿 您好 请问是程杨夏小姐吗 安夏 你的快递 我的 谢谢 祝你们玩得愉快 这是你为程杨准备的 当然不是 这是 过分 过分 难得找到真爱 作为你兄弟必须来点助攻 男生都喜欢哟 百事百灵 请叫我雷锋 这个偷你真是的 不用谢我 偷你真是的 偷你住 你这朋友太有意思了吧 不过 如果程杨没有失忆的话 我还挺感谢他 程杨喜欢这个 拜托 是男人都喜欢 你信不信 你家陆景年也喜欢 好了 不聊这个 我们还是聊聊你和程杨吧 我和他 我和他 就是有缘吧 是啊 缘分这东西 真的很奇妙 我以前一直觉得 我不会喜欢像程杨这样的男人 我应该选一个成熟稳重型 就像你家陆景年的一款 笑什么 我很认真的在说 抱歉 抱歉 我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觉得 几年终于被一个人打败了 还挺有趣的 还说不是在笑话 好啦 过去的事情呢 都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 你和程杨的感情 也会像我和几年一样 坚固而甜蜜的 对托 怎么了 晓晓 猜猜 我是谁 我就知道 白蜜蜜给骗了 他说男生都喜欢这个 你果然不喜欢 那我就把他换了 谁说不喜欢的 我可又喜欢了 你想不想看见别的 别的是什么 比如 大灰狼之类的 大灰狼来了 大灰狼 请问一下 本来这儿的病人呢 他今天早上办理出院 刚走 我打个电话 喂 一鸣哥 程阳出院了吗 程阳怎么样了 他恢复记忆了吗 还没有 哦 没事 那 如果他想起我是谁了 你可以麻烦他给我打个电话吗 我有很重要的话想跟他说 好的 谢谢 你都听到了 我先送你回家 这几天你要用车的话 就先用我的 好 你真没想起什么 你真没想起什么 小夏 小红豆怎么在我这儿啊 相思今天不在家 我帮他照顾一下小红豆 正好我也接了个 颜恩母亲的角色 这不一句两得吗 太努力了 怎么哭了 怎么了 是不是饿了 金年 你帮我抱一下小红豆 我去给他冲呢 来 不哭不哭不哭啊 不哭 好了好了 小 瞧 小夏 尿了 来 怎么会尿了 行 我去拿尿物试啊 宝宝哩 给我吧给我吧 我来换 我来 从国民老公的角色 转变成国民奶爸 不容易吧 还真不容易 你和我都得努力了 好了 快去换件衣服去上班吧 我留下来陪你吧 不用了 你今天还得要处理 公司新人选拔的面试呢 那有事要给我打电话 好 走了 什么时候跟金年夜生个孩子 真可爱 嗨 哥 喂 露露 在干嘛呢 今天上课了吗 嗨 哥 你怎么一打电话来 就查人家稿 怎么了 你又被欣赏人伤了 我那天看到你去人家生日会上 澄清两个人只是好朋友的视频 哥 其实你不用这样 露露 别说了 那我偏要说了 我就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让我亲爱的哥哥这么挫败 要不 我会会他 行了 我要去开会了 你没事的话 别在外面乱跑 好 英国治安不好的 你放心啦 我已经到宿舍门口啦 你忙吧 拜拜 紧张吗 就是啊 建立怎么样 秦露是哪位啊 是我 是我 你跟我进来一下 好 我 我 我 你 我